我60多了 没有钱买房 我这还是离异的 还有30多 结婚了 没有没有 30多了还不 你没有房谁跟你啊 上哪给弄房去啊 看胡同风景 拼百味人生 大家好 我是腾腾说北京 今儿咱在胡同里 碰上一位特别时髦的大姐 他和我们聊了聊腾退的事 本来应该是特别高兴的事 可是大姐几度哽咽 怎么回事啊 咱听听 您那是自己房还是工房 成功房 成功房 对 几件 就两件 两件二十平米 多了一点 两件二十平米 满足一个两军时间 是他腾退 他是什么 给一个 就是你可以选择 在五环之外 后果多是一方面 在一个他们有没房的 你要是有房的就无所谓 咱们就是谁有 谁没房谁走 现在跟你动得特别的远 主要是 特别远 咱身体都是毛病 一个是交通 什么医疗 没有这块方便 主要我们这个岁数 就考虑 是什么呀 就离这医院方便 您算是不大 我六十多了 六十多了 我六十多了 我一身毛病 时髦啊 我以为您 我就是爱打扮 但是其实我身体都是一身毛病 一身毛病 就喜欢就离这这儿 比较近 离这医院近 你弄到外头以后 咱哪都不熟悉 是不是都不方便 再一个 你给的我们那个 那个钱要太少了 西城这个地方 怎么这个钱这么少 我给的 你要给我们合适 其实好多人 我也跟他们聊了 也都聊了 要给的我们合适 我们都走 我们可以自己啊 不买那边的房 买别处 就离着那个 对 和岁月大的不走的意思呢 就是我跟他们聊了聊 一个有情怀在这个地方 再一个就是说 因为也都岁月大的 就考虑医院的问题 没错 因为都是老头老太太 你给弄那么远 你有个急救 有个什么事 谁也都照顾不了 对 你楼车 你车都进不去 你要急救 你要是平房不都方便吗 对 所以大家就在这 凑合着都不走 你像我们都是工人出身 没有钱买房 我这还是离异的 我要有钱买房 我当时离异小二十年了 有申请购房的政策 我没有钱去买 想申请 但是没法申请 我没有钱去 好几十万 那时候才好几十万 可是那时候我也没有 那时候才合五六千 对 三十多万拿下了 我上哪 我上过工人 挣的也不多 养着孩子 你上哪买房去 你还离异了 那真不容易 是挺不容易的 孩子也大了 孩子三十多 结婚了 没有没有 你没有房 谁跟你 男孩 男孩就有房 对呀 我上哪给弄房去 你孩子还可以嫁出去 男孩子也没房子怎么接 对呀 没有房子怎么接 要不然我是很纠结 我这身毛病 我天天脑袋胀疼不舒服 脑袋本身就脑梗 那你得自己别着急 老姐姐 顺其自然 已经到这份上了 顺其自然 真是不容易 那是不容易 那怎么办 你要是给我们的那什么 给我们钱高一点 我们自己花钱买近一点的 离院近一点 方便一点 多做什么都方便 让我们住上一个好房 是不是混钱多给点 我自己买一个 就离院近一点 交通方便一点 因为毕竟老呢 岁数大了 就一个孩子忙 男生还指不上 真是 对不对 你要是 鸡庸四连如果都离得近 他可能都能照一下 有什么事呢 你不是方便吗 所以我们来讲 这时候就是考虑 交通方便 还有医院 还是买东西 购物什么的 淘汰人都是这样 对所以说好多不走也就这样 我跟他们也聊过 我这五十多岁就开着两个腿 就开始退行因为病变 你看着年轻 打扮但是腿就瘸了 瘸了好长时间就老治疗 治疗反复 反复的犯 反复的治反犯 但是医院说没有办法 你只能说少走道 少爬山 少着凉 那你就说都是少 都是少的问题 他没有一个解决办法 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根本的 对解决不了 你毕竟岁数大的就是岁数大了 推脚哪都不方便 你要是给钱多点 我不上您的远处 我们再进处买一处 我就离着冤禁 对 因为我是什么经常上急诊的人 经常上急诊 安居才能落叶 对安居落叶 我们原来是人家是什么 真是拆迁都爆发户 都给钱 都是 那是图十年的时候都赶上了 现在我们不要就办法爆发户 我们就要求现在我们有一个 它是居住的好的环境 居住的地方 我们养老呢 就说咱们一个孩子 咱不怎么靠孩子 不给孩子找麻烦 对 但你得让我也 但我也有 得有后顾之忧 是不是 完了你腾退呢 你就是给我们 能不能钱多一点 我们自己爱哪房 买哪的房 我们不上你那远的去 鸟都不拉屎的地儿 你让我们 当着就死了 我一看您这么时尚 我以为您是生活富足的 您这么难 我这个驴身带 外边光 我这就是爱臭美 年轻时候就爱美 年轻时候也爱美 一看就是 人家是包子有肉啊 不再折着 人家有钱人 人家不透露 人家农民都比我们酷 过去我们那时还不愿意嫁农民呢 现在好 嫁农民都合了事 都成跑大步了 您早那会儿要嫁农民 现在您不是这样 对呀 嫁农民 那时候咱还 咱还那什么 您那时候嫁错了吧 嫁错了 嫁错狼了可不是 真是 咱们后悔也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大姐啊 就希望这房子能近点 交通啊 能方便点 这不是就老百姓的意愿吗 得嘞 在这儿 咱就祝大姐呀 心想 事成 身体啊 健康 好